批磊美罗移民局临时扣留营 今年2月发生骚乱 131名罗辛亚人大逃亡 执法机构联政委员会调查发现 官员曾经用暴力对待扣留犯 并且虐待他们 执法机构联政委员会今天发文告指出 虐待事件可以追溯到了2020到2021年 罗辛亚人原本被扣留在佛罗交仪的扣留营 当时他们就已经遭到暴力对待 后来他们被转移到了美罗等地 不同的移民局扣留营 美罗扣留营几名官员也曾经向他们 施予精神和肢体的虐待 导致他们受伤 此外知情人员麻木不仁 基础设施薄弱 监控不到位 也是引发罗辛亚人大逃亡的因素 因此文会已经针对虐待事件向警方投报 并且援引2009年执法机构 联政委员会法令第二期之四条文调查 建议当局惩处涉案的官员 同时也会建议移民局总监改善扣留营的基础设施 散任局总监公里发出了 散任局总监公里发出了